趁着五月的长周末,我们又坐火车去玩 去程由利物浦出发 再在曼城转一次车 总共两个半钟左右就到Sharkfield 火车站走八分钟左右就会见到这个画廊 它是免费入场 而且上一层之后就会连接其他景点 本身的画廊里面不是很大 有两三个展览到 都是介绍一下这里最出名的金属製品等 接着几步之隔就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Winter Garden 它是一个室内的大花园 充满自然光 而且里面种了不同品种的植物 刚好星期日 走到尽头就见到外面有个户外市集 不算很大,大概有20个摊档 主要卖食为主,有不同国家的美食 都有几档买些干货雜物等 我们没有买到东西再看一看 好像这些维京时期的酒杯是用动物角做成 挺搞笑的 午餐我们就选了这一间日本菜Lex Sushi 这些日本便当的价钱都是10磅至13磅左右 非常之划够吃 叫了一个乘感天婦罗便当 辣牛肉拉面和日式炸鸡扒 天婦罗即叫即炸做得非常之好 有很漂亮的章花在外层,而且又薄又轻 Roger吃他的拉面都吃得樽樽有味 环境好家庭式,不多座位,但水准就十足 价钱非常合理,性价比高 来的这个长周末状正桌球大师赛 所以市中心又放了户外座位在这儿给人看现场比赛 水准高玩开桌球的朋友还可以挑战大师级的他 他叫做Nigel Bond 前桌球手曾经排行世界头十六 业余的我们就玩回这些游戏版的桌球 咦,看来Roger有钱质挑战奥苏利云波 接着我们去了这个游戏机博物馆 入场费每人十一磅 所有游戏无需在额外付费任玩 那说明是一个博物馆 它里面都有一些展品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一部怀旧的跳舞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呢 又有这一部型格吉他拍子游戏 射击游戏 射击游戏 晚餐就去了这个food court cutlery works 它里面有十几档不同的食物种类选择 大家可以自由选喜欢吃的 我叫了这个汉堡套餐 Roger就吃中式咖喱鸡 我们在Chefville住一晚 住的是皇冠假日酒店 住的房型是初级套房 有个疏返床位置 还有两部电视 还有一个浴缸可以玩泡泡肉 早上起床还可以吃完自作早餐才起床 喱射一去 起床 Chefville 的景点可以步行到达 而且一天就可以去得光 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搭火车去若克 十一点八班次 一点零三就到若克 首先第一步就去最出名的 下午茶餐厅排队 叫做Batis Tea Room 等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以入座 它里面有两层的座位 它最傳統的三層英式下午茶30磅一份 男士不喜歡吃甜品或者蛋糕 所以只是叫了個雞肉三文字 我就叫了這裏特有的rack school school 比平時吃的鬆餅大 而且加了一些果乾和果仁在裏面 吃完還可以去它旁邊的店買手信回家 然後我們就去人山人海的shambles 哈里波特的粉絲就一定要來了 以前這裏是一條肉店街 屋子好像很奇怪 起到一眼一睛 三樓被二樓凸出來 二樓又被一樓凸出來 原來這樣的設計是為了遮住肉 不要被陽光曬壞 這裏很好行 因為已經改建了成為不同的店 賣很多特色產品 像這間做實驗般賣飲品 還有一個室外耳宅賣產品和食物 約克大教堂就是歐洲北部最大的 哥德式建築教堂 再去行英國約克的萬里長城 是由羅馬人興建用來防禦外敵的護城牆 居高臨下的風景當然特別漂亮 如果喜歡遊閒一點 可以選擇遊船可15磅倒45分鐘 去附近的酒吧 吃個辣雞翼和喝兩杯 就去等火車回家 回程是直行火車 兩個小時就由約克到利物浦 這次這樣一石二鳥 去兩個附近的城市有多好 喜歡快閃的都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路線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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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